嗨 大家好 我是小玲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阿纳托利亚 他们的文明历史博物馆 买好票了 一张票150里了 这块人民币50块钱 在土耳其啊 有非常非常多博物馆 他们的博物馆啊 收费都比较的高 但是呢 有些博物馆呢 是你值得去的 但是这里啊 是必须要来的 这个博物馆很大 展示了整个土耳其的 把整个土耳其的历史脉络 这样都是比较清楚 干净来呢 这边就有一些 希腊风格的雕塑 看一下 大家看看这些雕像 这些雕像都是有一些历史有来头的 上面有他们的这个牌子 写的是罗马时期 也就是这个雕像是公元三世纪 二世纪 三世纪左右 哇 他们把这么古老的东西 都摆在外面 说明里面的东西啊 比这些外面的东西更加珍贵 进去 它这个博物馆像是就是建在一个古迹里面 这个是不是像我们传统意义上是新盖的建筑 整个博物馆是建在一个古建筑里面 基本上每一个博物馆的开篇都要以旧时期 新时期为开篇 这是一些骨头 哇 那个 就是以展示他们这边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的痕迹 这些都是骨头雕的 其实呢 每一个这个博物馆都大同小异 这个是啥 对 对 这个下面说的可能是他们这个不同时期 整个土耳其的历史 它是非常地悠久的 这是一个古代的石刻 中间有一条公牛 然后旁边就是画着一些人 这边我不太看得出来 因为翻译上面说是男人女人什么的在跳舞 进来这里就有非常多的石刻雕像 这个是啥 这历史 用来做 消气的 中具 看国外的博物馆 你们就这样看就好了 英文和土耳其语都支持离线翻译 就还不错 他们那个时期 就是比较早期吧 大概是公元前五千多年前 崇拜的一个女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比较胖啊各位 那个时期的作品 基本上你们看不是以肥美会代表 好看啊 看到了吗 这些女数啊你可以看一下 她们不是摸肚子就是摸胸 中间这个也是摸胸摸肚子 这是不是反应了就是基本上都是女性啊 就是就是她们那个时候 在公元前五六千年的时候是一个母系氏族社会 再看一下下面这个镜子 这个镜子是有配钥匙做的 公元前六八年 他们就已经可以做出这样的陶器了 这些彩陶呢 基本上是在公元前五千年到三千年 是他们叫做一个黄铜时代 在黄铜时代晚期 他们出现了有这个社会形态出现 就有一些贸易 看一下这个动物 这个像鹿像牛又像狗 大家看一下 我们已经前进到公元前两千年了 他们还在磨胸 只不过现在那个材质变了 现在变成铜了 这个时期的东西我发现了 这所有的动物都是瘦瘦的 然后有脚 然后有各种动物的一个结合 这个博物馆确实藏有不少宝贝啊 朋友们 这是一个桌子啊 这个湖我怎么做有点像某个牌子 你看这个铁器四边边有四个天使 类似于应该是吧 长得翅膀的 这是一座顶级博物馆 很好的梳理了土耳其复杂的古代史 精心陈列的展品 包括阿纳托利亚每一处重大考古遗址出土的文物 这些文物带你展开一段惊人的历史之旅 从旧时期 新时期时代 红铜时期 青铜器时代 亚树时期 赫梯时期 弗里基亚时期 乌拉尔图时期和旅底亚时期的文物 展出的赫梯文物的展厅才是 这座博物馆真正的精华所在 惊喜的发现 这个雕像 怎么看着有点像外星人 这个他们的一个王冠 怎么看 特别有意思 你不想知道这个圆球球 是十星的还是红星的 如果是十星的 带到博尔沙 其实很重 赫梯人属印欧人种 赫梯文化多受巴比伦埃及影响 赫梯曾是西亚最强大的国家 古巴比伦为它所灭 但在公园前死杀是寂寞 赫梯王国分裂 公园前八世纪衰落 后被亚述帝国所灭 并入亚述版图 我们想加快脚步 但是没办法加快 因为你们看呀 这里每一样东西都不一样 它不像早上展示的 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 它这个确实挺有看的 挺有想法 安卡拉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公园前 一千两百年的赫梯遗址 但是这所城市真正繁荣起来 还是在弗里接二人到来之后 后来亚历山大占领了这里 阿古斯都凯撒将它纳入古罗马地图的版图 并命名为安卡拉 这些都是发现了七型文字的一些石块 这块石碑有意思 上面记载了一个咸一番 然后它被蹬到河里面去了 如果它还活着的话 说明它是无罪的 还能这样 这块石碑是一个结婚军名 外战亭王朝在这里统治了洛干戈世纪 不断有波斯和阿拉伯人前来突袭 再后来就是塞尔著人 当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在附近被铁木而捕获 最后死于狱中 因此这座城市被称为不祥之地 今天看到的这些都是在他们特体文化时期 哇 这个花瓶估计是他们的正光宝贝 最后在凯莫尔选择这里作为 争取民族独立的根据地之后 一切都改变了 它摇身一变成为土耳其的首都 并一步步打造成一座成功自成 这个签笔是拜上庭时期的签笔 古里造的 贝罗马时期